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园 欢迎您收听《期望之声》推出的大型系列联播节目 千古英雄人物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 话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这只不过是在地狱上 成为了一个国家 但是要真正让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 成为真正的议题 那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秦始皇每天都要下达许多的命令诏书 各郡县之间也要有沟通往来 这是每天都要有的事 秦始皇发现 六国之间地狱不同 语言各异 文字也各不相同 这也使得皇帝发下的命令 诏书到了许多地方 那里的人们看不明白 或者是产生奇异 错误理解 造成了混乱 所以这一下就使得 统一文字成了立马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呢 他把丞相李斯和诸位大臣 召集起来商量这件事 要他们研究各国的文字 然后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 本着笔画简单好写 易学的原则 创出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字 经过努力 很快一种叫做小传的新的文字 就创作出来了 李斯奉秦始皇的命令 自己亲笔写下了苍结篇七章 作为全国标准模本 共天下临摹 于是秦始皇下令 各地无论何种方言口语 具体到书写文字 全国一律小传 作为统一文字 统一书体 还令人按照李斯的苍结篇 临摹了许多标准模本 发往各军 供人参照学用 就在全国上下统一文字 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 有一天 有人递上来一份公文 内附一份完整的 新的文字的写本 始皇拿过来一看 原来是一个叫乘秒的人 创作的 这个乘秒原来是做玉立的 因范式在狱中服刑 听说了统一文字这件事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工作体会 认为即使这个小传 也难以适应当前的公目 需要有一种更容易辨认 同时还能书写简便快速的 新书体才好 于是他在监狱中 就专心钻研字体结构 做起文字学问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长描把民间流传的各种书体 搜集到一起 潜心研究 一个个加以改进 把大小传原来字体中的远转 变为方折 同时删繁旧简 去粗取经 经过十年的磨练 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 且异于辨认的三千个隶书体字来 他托人把这个字体样本呈现给秦始皇 始皇看了十分的欣赏 感到很实用 很适用 始皇帝马上下令 赦免承苗的罪 放他出来 不仅官复原职 还提升他做御史 专门负责这个文字统一的工作 因为承苗是在狱中完成的这个工作 后人就把它整理编撰的文字字体 叫做立书 这种立书的特点是 扁阔取式 结构简单 笔画平直 有了波折 与小传相比 书写方便 易于辨认 以前的文字有勾勾圈圈 写起来比较费时费力 辨认起来也有困难 而这个立书就没有了这些弊病了 后来还有了汉朝的立书 人们为了区别 就把承苗的这个叫做秦立 立书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分水岭 为行书 楷书 草书 等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宋客大官帖中还收录有承苗书作 秦玉使承苗书 从此呢 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 而开始了现今文字 在字的形体上 也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 象形变为象征 复杂变为简单 在造字原则上 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 接近现代文字了 但直到四十年前 秦立却始终没有真迹显现于世 我们没有亲眼目睹过秦立的真本 直到一九七五年底 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 税虎地十一号秦木 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 字镜很小 最大的不过才两分 字形工整端秀 笔画雄厚 他的笔画肥瘦得意 刚柔相继 纵横奔放 浑厚明重 变化多姿 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 特别是其中的波士 以出具规模 这就是秦立的真迹 古人说文以载道 文字是用以人神沟通的工具 也是用于民族历史文史 道义相传的工具 秦始皇统一文字 使得我国的历史文化 得以保存 使得我们后世之人 对祖国的神传文化 正法 正理 正史 能够准确理解 实在是造福万代 功在千秋 当人世面临万佛临凡 万法归一之时 是后人能准确无误的 得大法 得大道 凡本归真 完成人类的最终使命 对此 秦始皇 功不可没 听众朋友 听到现在 您大概是对秦始皇 这个我们中华历史上的 千古一帝 有了一些正面的了解了吧 您可能心里会有些疑问 那为什么我听说的 都是秦始皇 是个暴君呢 好 我们下次节目 就会给您解开 这个千古的遗团 请您关注 请您关注焚书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